人与人之间是需要磁场的 而演员之间的CP感更是如此 可不是年龄相仿 颜值水平相当那么简单 就像《泽天记》中的陆寒和古丽娜扎 两个人够帅够美 年纪还搭吧 可即便连吻戏都有了却 还是让观众磕不动 迪丽热巴和任佳伦 也是俊男美女无疑吧 却愣是让人品不出一丝性张力 不过也有一些明星只合作了一次 便让全网观众疯狂上头念念不忘 甚至千呼万唤贵求二大 1.赵丽颖和林更新 要说与赵丽颖合作过的男演员不在少数 从陈伟廷到霍建华再到冯绍峰 个个都是男神级别 然而能让观众磕的牙花都盖不住的可不多 而他们的缘分要从第一次合作《楚桥传》开始 赵丽颖扮演的楚桥 原是一个即将被射杀的社会底层的奴婢 被救后学得一身本领 在战乱中一步步成为心怀天下的金国女将军 而那个对他严加训练近乎苛刻的男人 正是林更新扮演的宇文月 两个人都是倔强且骄傲的性格 虽然心系彼此却因立场不同 只能克制 那种隐忍却暗流涌动的爱意 被赵丽颖和林更新完美刻画 看得观众甚是心碎 而到了戏外 两人的互动也是颇让人玩味 赵丽颖可以肆无忌惮地将脚伸到林更新的面前 林更新也会贴心地给赵丽颖提裙摆 两人甚至还拍了一组婚纱照做宣传 要知道 虽说林更新自称九亿少女的梦 平时对黑粉队的不亦乐乎 不管是面对女星还是小孩 嘴上都不饶人 即便是被拍到和绯闻女友王立坤一起 也是一副高冷饭 唯独面对赵丽颖 她却表现得像一个大男孩 甚至会害羞 这不免令观众有了一种看暗恋戏码的感觉 但众人也知 赵丽颖与林更新之间可能性不大 且不说赵丽颖结过婚 就算没结两个人的气场也不太合 草根出身的赵丽颖 一直是圈内坚强独立的女性代表 一般男星是很难驾驭的 所以 这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 第一美学更是令网友磕得上头 因此 当与凤行官宣二人合作时 不禁令网友激动不已 再加上林更新透露自己是因为赵丽颖才接的这部剧 更让人期待不已 事实证明的确如此 与凤行播出后便一直高居热度榜 骁勇善战的女将军与柔软神军的组合 令人眼前一亮 而二度合作的两人配合上更加默契 就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 这部剧还能带来什么新的惊喜吧 二 杨子和李线 还记得当年横扫各大短视频平台的BGM熬拜熬拜吗 那可是专属于韩商言的 而这个角色的成功离不开的李线的亲情演绎 与他合作的杨子也是功不可没 一个是甜美呆萌的学霸少女 一个是不善言辞的电竞大神 两人一路从相识到相爱 经历分手最后结婚 甜到发酷的童颜夫妇令观众看得一路以母笑 这也让亲爱的热爱的一时风头无两 再加上两个人是大学同学 私下互动一点不拘束 这更让观众看好两人 所以尽管剧播完了 但余温尚存 当两人要二搭合作国色芳华的消息传来时 观众的心再一次被聊起来了 CP粉们大喜两人可以延续童年和韩商言的前世今生 但也有部分网友并不看好 要知道杨子近些年几乎出演的都是古装剧 观众很容易审美疲劳 而李线虽然也出演过古装剧 口碑却相差甚远 不光古装造型拉低了颜值 票房更是惨淡 还被网友冠上了最失望男星的骂名 还是靠着和刘亦菲合作的现偶剧 才拉回了一波观众缘 不过杨子在业内素有望夫体质 但凡跟他合作的男演员没有一个不火的 再加上有原著小说粉和童颜夫妇的加持 国色芳华还是备受期待的 三 罗靖和孙丽 Cp感这个东西挺邪乎 有时候他不看长相身材 而是靠演员的演技来推进 而罗靖和孙丽就是这样 两人第一次合作安家时 罗靖饰演的徐姑姑是个像大家长般的暖男 孙丽不光是假小子形象 而且一直不苟言笑 所以前期完全让人磕不起来 然而随着剧情的发展 观众也逐渐开始看好两人之间的感情 尤其是这种成年人之间不必明说的真实感 非常抓人 而这都要归功于两人不俗的演技 孙丽的演技自不必说 光是一部甄嬛传时隔十三年仍值得人细细研磨 就能看出这电视剧女王的名号绝非孤名钓鱼 而罗靖的演技也是可圈可点 无论是木桂英挂帅中机灵聪明的杨宗宝 还是锦绣未央中不爱纷争的拓跋骏 亦或是归去来中善良专一的官二代 幸福到万家中恪守底线的正义律师 罗靖总能将角色演绎得恰到好处 这样两位好演员也算是旗鼓相当了 他们能再次合作当然是好事一桩 再加上乌云之上是破案题材 本身舅舅自带流量 光是看娘娘这一身炫酷装扮 便让观众很很期待住了 当然外界也有不同的声音 觉着他俩CP感没有那么强 双方早就结婚生子 婚姻幸福美满是圈内模范明星夫妻代表 因为和自己的爱人太过恩爱和般配 平时也经常撒狗粮 本着对原配的支持 部分网友对两人的二搭不是很感兴趣 但两位都是演技派 能看到他们互标演技也是一场视觉盛宴不是吗 四 杨子和诚意 据说陈湘夫妇要二搭了 虽然还没有官宣 虽然只是网传 但足以让网友们沸腾 而这跟杨子和诚意两位演员的好风评 不无关系 戏属杨子的作品 从家庭剧到言情剧 从偶像剧到年代剧 只要是他出演的 从演技到收视都属上成 虽没有经验世人的皮囊 但他一直坚守着自己的初衷 愣是在弱肉强食的娱乐圈杀出重围 从被人嘲笑的丑小鸭 变成了让人高攀不起的顶流小花 而诚意也是从默默无闻的小透明 一步步成长为如今的实力派 尤其是古装剧 诚意不仅扮相绝美 演技也很有层次感 在沉香如谢 一人是三角 英渊隐忍自持 唐舟纯情热烈 悬夜顶级渣男 三个角色切换得游刃有余 细微的情绪处理得很到位 而莲花楼则让他直接封神 看完后劲很大 回味无穷 星光不问追路人 时光不负有心人 杨子和诚意各自努力 在顶峰相见 这样的励志故事 本身就让观众沉迷 更何况两人的CP感还很强 不论是在天上还是落入凡间 无论变换何种身份 即便记忆被消除 他们还是会一如既往地爱上对方 但奈何天下大义不允许 这样的 毕业美学怎能不让人心疼 所以 观众都很期待两人的再次合作 但凡听到一点风声就激动不已 真希望两人能再续前缘啊 五 虞书欣和丁雨昕 要说这几年比较火爆的小甜剧 月光变奏曲肯定榜上有名 虞书欣和丁雨昕首次合作 甜而不腻的剧情 满屏都是粉红泡泡 可爱元气小编辑和傲娇直男大作家 实力相当的爱情 双向奔赴的甜蜜 吸引人的不光是甜甜的恋情 还有对抗焦虑的力量 这样共同成长的爱情让观众甚是喜欢 强烈要求两位主演能二大 导演果然是知道网友们想看什么 这部新剧《永夜星河》直接让虞书欣和丁雨昕成功二大上大分 虞书欣古灵精怪的小甜妹一眉 饰演鬼马少女的林妙妙再合适不过了 看着多巴胺配色 看着就让人心情大好 而丁雨昕这几年的成绩也很斐然 不论是阴柔的东方不败 还是温暖清新的校园王子 亦或是温文尔雅的诗人苏氏 高冷男神范的医生 丁雨昕都能信首拈来 此次演绎并交美男 自然也不在话下 毕竟早在传闻中的《陈千千》中前妻的韩硕 也是并交气质 目前这部剧已经杀青 希望两人的二搭能收获不错的成绩 六 杨子和谭剑刺 以前不是很理解 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谭剑刺 他个子不高 颜值也不是顶级存在 直到看了他出演的长相思 他完全演绎出了野兽的原始张力 和古代将军的力量感 一言一行都尽显魅力 细腻又有层次感的眼神戏 精准表达出香柳的无奈和隐忍 使得他与杨子之间的 爱而不得令无数网友痛心疾首 妖流党的热度 甚至一度成为超越了官配 虽然剧中妖流组合 最后还是B了 但网友们期待的二搭就要来了 光是听到两人要合作九优明月 便足以令CP粉们泪目 更别说两人演技到位 与角色的共情能力 在内于遥遥领先 想必这次二搭定会引起不小的震荡 CP感真的是一门玄学 不是所有的明星都能有CP感 粉丝们难以从科CP中走出来 也间接代表了对演员演技的认可 今天盘点的这六对二搭演员 你最期待哪一对的新剧呢 我最期待的新剧呢 感谢观看